2018年2月 来自印尼雅加达的所唱歌手Rich Bryan 发布了新专辑Aman 专辑上线后广受国际嘻哈乐迷的好评 当时只有19岁的Rich Bryan 也为制作这张专辑体验了人生当中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坐飞机到美国 第一次和经纪人正式开会 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第一次吃Shake Shack 第一次撩妹等等 她的生活也变得精彩而繁忙起来 而与此同时 距离雅加达2500多公里之外的 菲律宾小城渡马盖地 Evonne和小明哥 还在为他们的正常生活而慢慢挣扎着 如果用Rich Bryan Aman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名 来形容他们当时的生活 那就是Chaos 一片混乱 Evonne和小明哥也将经历他们人生当中 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你好 欢迎收听真人旅行生活济世播客 Evonne陪你去流浪 第一季第三集 我是立马克 你现在听到的是菲律宾当地一家纪录片电视台做的杜马盖地旅行特辑 就像大多数我们看到的旅行宣传片一样 这部剧录片中主持人一路品尝度马当地的各类美食餐厅 体验海景别墅豪宅和旅馆 在漂亮的海水里玩潜水等等 在这部剧场上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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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提展示的总是一种现实的局部和側面 而要了解一个地方真正的魅力和现实情况 你必须要在当地继续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上一集里我们说到2018年2月 在度过了中国春节出国游的高峰期 辛苦但是没赚到多少钱的Evonne 便结束了短暂的旅行社打工生涯 这个时候他们身上带来的2万多块钱 也所剩无解 Evonne说当时离开旅行社后 他们的生活又陷入了僵局 每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段时间为了解决生计的问题 Evonne和小明哥有了想做民宿的想法 于是他们便开始在杜马小城四处搜寻 同时一边找房子 Evonne也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是的 他之前没有微博 也开始写一些文字 拍一些视频 输出一些有关他们生活和旅行的内容 你才知道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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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超市 放哪啊 放在民宿啊 放民宿哪啊门口啊 可以啊 它有红色的 网多熟啊红色的 95可以 买黑色的啊 嗯黑色的啊那也脏啊 这样进入住就不会有沙子啊 对啊 那再买两个这个嘛又脏了 我不要我这一个多少钱 40匹 这30匹 33 33 放哪儿啊 那门口那又脏了你又没拿过来洗 明天不能放楼上都像那边 在决定做民宿找房子一个多月后 2018年3月 Evonne和小明哥终于找到了一栋小别墅 地理位置还不错 价格也可以接受 便租了下来 那种买个深色的 深色的 你看这种 买个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 这多少钱 看到啥都是多少钱 135放下 然后他们尽可能节约成本地 购置了一些软装材料 装修布置完后 他们在菲律宾小城杜马盖地的民宿 就简简单单地上线了 在菲律宾这片领土上 不管是首都马尼拉 还是南方的第二大城市宿武 亦或是Evonne和小明哥 现在生活的小城杜马盖地 你随处可以见到持枪的警察 他们出现在银行 超市 商场 餐厅 酒店等等 几乎在各个公共场所的门口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个帅气的 持枪的警察 菲律宾政府有明文规定 在所有地方一定的区域 一定会配备持枪警察 他们把这个称之为 police visibility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叫做的 见警率 菲律宾的见警率 可以说大大超过 我们中国国内的任何城市 这在一定程度上 给了当地居民和往来游客 很大的安全感 但是这样高的见警率背后 也折射出了菲律宾一定的社会问题 菲律宾在独立后 国家的经济水平比殖民时期下降了不少 当地的政府人员在闲聊时和Evon说 他们的经济水平落后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政府腐败 另外一个就是人民普遍比较懒散 说到腐败的问题 Evon说有一次他和小明哥从速物飞马尼拉办事 过机场安检的时候是禁止带打火机的 结果小明哥正好把钱和打火机 放在了一个安检的篮子里 安检人员看了看钱 然后指了指打火机 就在小明哥要拿钱的时候 安检人员用手按住了其中的一百笔锁 意思是钱留下 打火机你可以带走 而关于人民懒散的问题 Evon说有的时候 你会真的觉得他们特别懒 不管是去药店还是超市 他们总是不紧不慢地 把说说笑笑看得更为重要 全然不管门外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 好像顾客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使得菲律宾成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 几个国家之一 今天你到欧洲以后就坐火车就好了 对啊欧洲坐火车玩得最好玩了 小明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坐沙发客 就是民宿有点定出去太多了 可以来欧门这里 我们这里也可以坐沙发客 我们去地铺 对吧 我们要不先也开始注册沙发客 然后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去处理人家的沙发 对吧 Evon和小明哥的民宿上线后 陆陆续续开始接到一些游客的预定 两个人的生活总算有了一个支撑点 也有了一定的收入来源 除此之外我们刚才提到 Evon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也开始输出一些有关旅行和菲律宾的内容 运营起了他之前完全不擅长的社交平台 但是民宿的客源不是很稳定 做内容要想有收益又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 于是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广告 我问一下那个姐有没有想加的音乐 我帮她加 我想不到加什么 Evon和小明哥之前在上海都是从事广告行业 对于做广告拍片子自然非常熟悉 所以他们计划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原来的手艺 在这个地方接些旅拍和婚纱摄影的活 来增加一项收入来源 虽然两个人都比较熟悉广告拍摄 但是之前毕竟是团体作战 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要开始接旅拍和婚纱摄影的活 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品 于是为了练手 Evon变成了小明哥拍摄的对象 我看到这条城市 温暖市 我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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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适合做鞋 我要跳 每一秒 邪心本心 人家不做这样吗 嗨 叫我是做邪心好了还是我是做那种唯一女青年面可能我就好像只说做邪心 你可以在微信 微博关注一份品去浪浪和Marcast 第一时间听到这档真人生活即时播客节目 同时我们也推荐你在苹果podcast订阅收听 如果喜欢这档节目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 另外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网易云音乐 QQ音乐 BJFM 青天FM等平台找到我们 我们也欢迎有一项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 联系邮件可发送至helloatmarcastmedia.co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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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7号 世界历史上第八强的热带台风海燕 以每小时315公里的最高风速席卷了菲律宾中部地区 这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登陆时速最高的台风 海燕登陆时中心风力达到18级 带来了强降雨并造成了高达6米的海洋风潮 由此引发的巨浪造成了至少7000人死亡 1700多人失踪 另外有27000多人受伤 菲律宾44个省份累计1600多万人受灾 100多万的房屋受损 约400万人流离失所 是2013年全球遇难人数最多的单一自然灾害事件 你现在听到的是2013年YouTube上的视频博主KC Nesdad 为配合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新片《白日梦想家》拍摄的一支宣传视频 主题是Living Your Dream 实现你的梦想 与往常的宣传套路不同的是 在这支Vlog里KC用25000美金的预算飞到了当时受灾之后的菲律宾 辗转来到南部的菲律宾第二大城市宿武 用所有的钱买了大量的救灾物品 深入一片灾区发放给当地的灾民 这支Vlog上线后引来了很多的好评和对菲律宾受灾的关注 当然也对《白日梦想家》这部电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另外也让人们看到一支用心拍摄和剪辑的视频能带来多大的影响 一换说他和小明哥自从捡起老本行开始练习旅拍和婚纱摄影 就经常想起他们之前一位老板说过的话 我们都是影像工作者 一定要努力用影像感染身边的人 在未来不管多久以后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于是除了练习旅拍和婚纱摄影外 他们也开始尝试拍摄一些有关自己生活和当地人文的小视频 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都成了他们拍摄的素材 感谢观看 你现在听到的是 Evonne和小明哥 当时练习拍摄的第一个视频 视频里的女生叫做Miranda 是Evonne在当地结识的一位好朋友 Miranda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父母都算得上当地的中产阶级 有稳定的工作 像样的房子 还能经常出去旅游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Miranda一路好好念书到了大学 大学念的也是那面数一数二的 Silliman University 西里曼大学 Evonne说Miranda是那种相当努力的女孩子 不久之后就要去日本教书 在菲律宾也一样 想要出国念书和工作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不是Miranda自身努力 和家庭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也不会很容易实现 Miranda有一个韩国男朋友 是Evonne和小明哥租来做民宿的房东的弟弟 Miranda第一次跟Evonne见面的时候就说 每次她身边有朋友 听说她有一个韩国男朋友时 都会以一种奇怪的语气来讽刺她 暗中说她棒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外国人 每次背后听到这样的闲言碎语 Miranda也总会说一句 Fuck them 不过后来 她和这个韩国男朋友还是分手了 在这个视频里 Miranda和Evonne聊了聊政府腐败 和菲律宾贫富差距悬殊的事情 在她看来 菲律宾人有懒散的一面 但是大多数人民还是非常友好 淳朴和善良的 另外你在这个视频中听到的吉他音乐声 来自Evonne和小明哥 经常在当地遇到的两个70岁的老大爷 两位老大爷相识已经有50多年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组乐队唱歌 但是一直无法靠音乐赚到大钱 到现在已经快70岁了 两个人也快吐字不清 但是唱歌这个令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 一直也没有放下 即使生活过得艰难一点 一封说每次看到他们唱歌 是真的能体会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他说这边的人好像天生会唱歌 个个都有一副好嗓子 这边好的歌手也太多太多了 据他了解 这边的乐队竞争也非常激烈 没有固定的演出 一个乐队一个月的表演零零散散 每场表演一个人能挣500到1000笔锁 一个月一般也就不到十场 拿到手的钱也跟这边服务生的工资差不多 而当地一般的餐馆服务生的工资 一个月在6000到800笔锁不得 还有很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人 为了赚点钱 白天上班 晚上就在酒吧住场 Miranda和一凤说 这边也有很多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 每天都在努力地生活着 你知不知道以前我没有练习的工资 因为我告诉你你 我未能练习的工资 但是当我回到Shanghai 我一直在在商量的 在平坟上 我都在在平坟上 全些工资 在平坟上 在平坟上 我都在工资 我都不能去工作 因为在Shanghai 大家穿上衣服、衣服、高衣服 你的髮型看起來很棒 你也覺得很棒 我喜歡髮型 明可做髮型 他學會的 他說他會買一些紙的 我喜歡在背上 小明哥你去買那個他也想做我這個 我說你會做 你不是要去買那個他想做一個在背上 他學習了 一方和小明哥在當地居住了一段時間後 也漸漸有了一些朋友 不管是鄰居 還是當地有業務往來的人 都從陌生人 逐漸轉變成了熟人 走進了他們的生活 而他們也在學著如何和當地人相處 你知道在中國 現在他們有很多可愛的照片 我給你們展示了 給寶寶 可能阿妮可以拍照 給阿妮的寶寶 讓我看看 長文哥 阿妮問你那個 阿妮說 你可以幫他的寶寶和他們 就是他和他老公拍那種家庭照嗎 要多少錢 我說不用了 我說他幫你拍就好了 他說知道你是個攝影師嗎 要多少錢 而且我最近不一直在Facebook上也發照片了嗎 他們過去都看到都給我點贊 你媽那些都給我點贊說太厲害了 我說不用錢 我說阿妮 孩子要再大一大 對 阿妮說沒關係 但當兒子變得更大 因為現在他太小了 他很感激 對 但當兒子變得更大 不是這個年 對 當兒子變得更大 讓我查看 但他可以拍照片 Ivonne和小明哥經過一番折騰 終於把民宿做了起來 同時小明哥也開始練習攝影和剪輯視頻 學習旅拍和婚紗攝影的技術 Ivonne也運引起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和社交平台 兩個人也有了一定的收入來源 他們的生活似乎一切都開始步入正軌 但是如果你以為這時候一切都順理成章地發展了起來 那他們走這條路未免也太順暢了 而接下來的現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我是立馬克 Ivonne陪你去了浪同名播客 由Marcast Media製作出品 你可以在蘋果Podcast Spotify 喜馬拉雅 網易與音樂等平台 第一時間聽到這檔真人旅行生活即時播客 另外你也可以在微信微博搜索關注 Ivonne陪你去浪浪和Marcast 和我一起來聽聽Ivonne和小明哥在路上的故事 You can make a lot of friends supporting her Yeah Because I'm very expert I'm not expert I'm not really expert I'm very very good at that I'm really good at that I'm really good at school I do the school OK I hope you are I hope you are I hope you are I hope you would blend I hope you are I hope you have I hope you are